第711章 对视 当林栋的身影站在那灰袍男子面前时 巨大平台之上流动的空气 仿佛都是在刹那间有些凝固的迹象 周遭那些道宗弟子心脏也是在此刻 仿佛被一只大手紧握了起来一般 眼前的两人一人是曾经天殿的天才 如今更是已在东玄域之上闯出了赫赫凶名 而另外一人也是道宗之中如日中天的异类 两人同样优秀并且蜂芒毕露 但这种蜂芒在相遇的时候难免会刺向对方 王岩的脚步也是因为眼前突然出现的身影而顿了一下 没有什么焦距的双目微动了一下 然后他的视线停在了林栋的身上 王岩淡默的脸庞并没有因为林栋而有丝毫的波动 麻木的双眼盯着林栋 而后一股弥漫着血腥之气的磅礴气势 缓缓的从他底内席卷而出 王岩的气势充斥着煞气 这是经由各种生死搏杀做锤炼的凶煞之气 对于一些经常在宗派内修炼的弟子而言 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震慑 因此周围的一些弟子面色都是在此刻 隐隐有些发白 眼前的王岩是真正的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而这种人方才是真正的可怕 湛于王岩身前的林栋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他能够感觉到那自王岩体内弥漫而出 并且对着他笼罩而来的凶煞阴冷为压 他不得不承认眼前的王岩的确是一个极微危险的人物 但王岩从经历了种种生死搏杀 甚至从那死人堆里爬出来过 但他林栋同样并不是在这道宗温室里成长起来的弟子 他毫无背景从那青阳镇走出 一步步的走到今天这里 期间所经历的比起王岩又过之而不及 所以这王岩的凶煞阴力 固然是能够震慑其他道宗弟子 但对于他林栋而言却是丝毫无用 林栋的双目犹如深潭古井 毫不相让地盯着眼前的王岩 而同时步伐也并没有移开的迹象 林栋的不动如山似是有些让王岩感到诧异了一下 但玄机他的眉仇也是皱起 牵起脸庞上的一些伤痕 隐隐间竟是有着一种 阴力凶器涌动 而就在那王岩神情有些不耐时 硬欢欢的身影急忙挡在林栋面前 然后勉强地笑道 王岩师兄 他是林栋 才加入我们道宗不到一年时间 林栋 这个名字入耳 王岩的面色也是动了一下 目光停在了林栋脸庞上 声音沙哑的道 那个跟姚灵拼得两败俱伤的林栋 硬昏昏顶顶头 倒是没想到连王岩都是听说过这事 我曾经追杀了姚灵两个月 最后他重伤顿取 没想到最后会栽在你的手里 王岩看着林栋 道 道中这次倒是的确出了一个不错的弟子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不顾我做的决定 无人能改 林栋沉默了一下 玄机轻声道 王岩师兄这般是否过于自私了点 林栋身前的影欢欢文言 翘领顿时有些变化 急忙对着贤者使了个眼色 但林栋却是视而不见 反而伸出手来 一把将牵前的影欢欢拉到身后 隐隐间有着灵力涌动的目光 毫无畏惧的知识王岩 王岩暗沉的双目也是看向林栋 片刻后方才淡默的道 完成心中之事后 我自会以命谢道宗 林栋眉头紧皱 他能够感受到这位王岩师兄那种极端的偏执 心中的仇恨已是侵蚀到他所有的情绪 这种人一旦打定主意 想要将他更改 恐怕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你们若是想要阻我 那便打败我 不过 我不会留守 王岩看着林栋和硬欢欢 道 硬欢欢被执轻咬着嘴唇 御手都是忍不住的紧摸了起来 林栋深吐了一口气 自也是有点无奈 然后他在那众毒目光注视下浑浑点了眼头 说道 既然如此 王岩师兄 那我们电视上见吧 王岩的脸庞牵扯了一下 他望着林栋 自是想知道一下后者所说这种话的信心来源 但最终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淡默地点点头 然后绕开林栋两人逐渐远去 在王岩远去后好半赏 平台上的气氛 方才逐渐的松懈下来 不过大多数弟子都是一脸的复杂 他们知道 这一次的电视 恐怕伴随着王岩的回来 将会变得相当的麻烦 林栋拼过头来 看着脸颊暗淡的硬欢欢笑道 也不用太过担心了 王岩师兄虽强 但笑笑大师姐也不是省的灯 若是他们交手 谁整谁书还是两说的事呢 希望如此吧 硬欢欢轻叹了一口气 现在也只能期盼着硬笑笑 能够阻拦下王岩那种有些疯狂的举动了 不然一旦让后者取得指挥权 那宗派大赛或许将会变得相当的血腥 虽然那本就已经很血腥了 而且最主要的是 王岩在道宗弟子 特别是那些有些资历的老弟子之中 有着相当之高的声望 毕竟在那数年之前 如今的这些四殿顶尖弟子 例如硬笑笑 青野木莉等人 都还只是跟在他屁股后面仰望着 再者 道宗和原门恩怨极深 不少弟子都对原门心怀怨恨 虽说平日有着硬群子他们阵着 尚还不会造成太大的骚乱 而一旦让得王岩取得宗派大赛的指挥权 恐怕他直接就会带领着那些弟子 与原门死磕 而在历届的对抗中 道宗弟子的整体实力 总是要弱于原门 所以这种死磕 无疑是自寻死� 我去将消息告诉姐姐 硬欢欢依旧是显得有些不安 虽然她很清楚 如今的硬笑笑 也是今非昔比 但王岩更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这些年她时不时传回宗内的消息 有时候就连硬玄子 都会感到一阵惊恶 林栋点点头 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望着硬欢欢急匆匆离去的身影 她眉头也是皱起 最后叹了一口气 原本好好的电视 如今却是变得这般麻烦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中 林栋再没有见到过硬欢欢 而有着王岩回来的消息 则是开始在道宗内传开 这倒是引发了一些不小的动静 虽说一些心路弟子 对于这位王岩师兄 并不怎么了解 但当他们在得知后者 竟然是在那宗派通缉榜上排名第二的时候 无不是一点的惊叹 不过一些敏锐的弟子 则是能够更深层次的聚想一些东西 例如为何在外多年的王岩 会突然在此刻出现 而那之后猜测出来的一些答案 也是让得他们略微的有些变色 但最终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能一声暗叹 今年的电视恐怕真是会有些混乱了 而与道宗弟子之间传得沸沸扬扬相比 道宗的高层却是保持了沉默 而王岩在回到宗派之后 也并没有去见任何长辈 只是回到以往居住的山峰 闭门不出 竟等着电视的到来 对于他这种极具个性的行为 就连林栋都是有些无奈 当年的事 他从应欢欢那里知晓了一些 他的那位姐姐是为了维护道宗弟子撤退 方才陷入原门的围杀 而后来道宗选择稀释宁人 在这件事情上 显然就连道宗的高层 都是对王岩有些愧疚 所以若是按照正常情况 道宗应该不会用其他的办法 来剥夺王岩参加电视的权利 因为从始至终 王岩都是道宗的弟子 时间就在这种氛围当中迅速而过 而道宗之内那种沸腾的气氛 也是开始膨胀起来 这种膨胀 直到某一天时 终是暴涨到了顶峰之点 房门被轻退而开 林栋自其中走出 摊开双手 任由那温暖的阳光 倾泻到他的身上 他微闭双目 听着那天地间涌动的沸腾气息 最终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在度睁眼时 眼瞳之中 灵力突然涌动 电视终于是来了 听着他老公的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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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